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回 燕家飞云阁的义士堂内正召开着一场极其秘密的宗族大会 所有掌握重权的管事啊长老啊都汇集在此分座成两排 倾听着主作上的燕家老祖讲话 而在这个燕家老祖的身旁呢 则站着一位风华绝代的橘色女子 看着岁数啊也就大概在十七八岁 但是长得是非常的漂亮燕若仙子啊 鬼灵门这次提出的让燕家回归的条件非常的优厚 不但提出的愿意将万灵真经负策介于我们燕家一览 并且还愿意将鬼灵门赴门主之职由我们燕家人担任 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将燕儿驾驭他们少门主 和他共修雪灵大法 并且燕家的家主一职将来只能由他们少门主和燕儿的孩子来担任 当然了 鬼灵门门主一职也同样如此 这燕家老祖沉着脸徐徐说着 虽然说着声音不大呀 但是听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却是清晰无比 仿佛就在耳边说一样 大家都说说吧 看看我们燕家该何去何从啊 要知道我们燕家祖生其实也是鬼灵门出身的修士 只是当初门内的修士不合才来越国建立起这份基业的 算起来如今的鬼灵门门主还是我的师职 因此在感情上大家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 唯一所考虑的就是我们燕家利益上的得师而已 另外呢 鬼灵门的少主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天罗国魔道六宗 在五天后将要入侵越国了 而江国和车池国在半月前就已经陷落了 两国大部分的宗派被灭 一小部分则投降了过去 成了魔道六宗的附属门派 所以即使我们燕家不答应鬼灵门的条件 也必须考虑到越国七派被灭后 燕家如何延续和生存之事才可以啊 这才是我们家族最先应该忧心考虑的问题 这个燕家老祖啊 没等下面的燕家之人从第一个问题中反应过来 又抛出了另一个让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 让下面的众人啊都纷纷的议论了起来 什么 江国和车池国 修仙剑被攻占了 这不可能吧 这两个国家的实力可并不弱啊 不是和魔道六宗对峙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事吗 这怎么说沦陷就沦陷了呀 天哪 这么快就拿下来了 难道这其中另有什么隐情不成啊 显然燕家的这些掌权人物还是难以相信这个消息 好了好了 谁有什么疑问 一个一个的来 这么乍乍乎乎的成何体统啊 燕家老祖脸色一沉说道 此花一出 原本有些嘲嚷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但所有人的目光啊 都瞅向了坐在红发老者右下手第三位的 一个中年如生 燕家老祖将此种情形看得明白 皱了一下眉头之后 就和颜悦色的冲如生说道 沈夜啊 你怎么看此事啊 你是我们燕家的智能 这可关系着咱们燕家的生死存亡啊 还是尽心的分析一下吧 是的 老祖宗 如生不敢怠慢 急忙起身说 不过 孙儿能否先提几个问题 再说其他之事啊 行 当然可以 你有什么疑问之处 尽管提就是了 我知无不言 得到了燕家老祖的这番话之后 这个如生才点点头 然后肃然问道 首先 这个雪灵大法是否威力很大 如燕儿侄女的天灵根资质 和对方少门主双修后 对着功法影响有多大 第二 对方如何找到我们燕家来的 还知道我们祖上原先出自鬼灵门 最后 老祖宗得到的江国和车池国被魔道六宗所占领的事 是否完全从对方口中得知的 如果是真的 封都国的正道盟 现在正盟什么事啊 燕家老祖听到如生所问的都是关键之处 这脸上不由露出赞许的神色 雪灵大法 后面燕家先祖虽没有带出此功法 但是 却在手扎上对此功法推崇至极啊 成其是万灵真经上的第一魔功 炼成之后 总可以称八魔道六宗 堪称是世上最可怕的密法之一啊 不过呢 此法过于霸道 为了防止反噬 修炼的功法 必须一男一女 共同双修才行 而这灵根资质 对其能修炼这几层 则是至关重要的 若是那资质不行 也就只能炼成个两三层就到头了 那可是没有什么威力可言的鸡肋祸 因此 朱烟的天灵根 绝对是对方梦寐以求的最佳双修对象 而这鬼灵门的少门主呢 也是极其罕见的暗灵根 他同样是修炼雪灵大法的最佳体制啊 以他二人的绝顶资质 如果真的双修雪灵大法的话 肯定能够将此密法炼至极深之处 横扫六宗 那也是可欺之事 所以这鬼灵门才会如此不惜本钱的拉拢咱们呀 甚至连他们六宗即将入侵越国的消息 也甘慢风险的透露给咱们 为的就是换取一个鬼灵门 称霸整个天南区的机会呀 这至于对方如何知道我们厌加来历之事 这更好解释了 当年先祖去世前曾经派人跟鬼灵门联系过 估计啊 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厌家就进入到对方的注意之中 如焉的是 对方恐怕呀 也谋划了许久 这才趁此良机 软硬坚实的 想让咱们厌家答应此事啊 厌家老祖说到这里 苦笑了一下 显然对厌家先祖 贸然和着鬼灵门联系之事 也是大感无奈啊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而魔道六宗即将入侵的事 的确是对方告诉我们的 但是 江国和车池国被对方已经拿下的事情 除了对方的告知之外 我们厌家 其实在数日前 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往日在两国所安插的人手 早应该按惯例发送消息了 但是 时至今日还是音讯皆无 看来对方所述应该属实 至于对方 为什么能轻易拿下这两个国家 据对方所讲啊 是因为两国中有数家宗派 早就被六宗之人啊 事先收买了 所以在强大实力的偷袭和外加上 有人反水的情况下 两国才会一举而下 所以现在六宗的人应该在扫清 两国还不归顺的残余修士 以及在做对越国入侵前的修整 毕竟啊 他们还是有一定损失的 而封都国的郑道盟呢 你就不用再指望了 在开会前的不久 我接到消息说 郑道盟已经入侵和他们相邻的一个中等国家 并已经拿下的差不多了 看来呀 他们两大势力肯定做了什么暗中的交易 所以才会同时开始大规模的扩张行动 燕家老祖条理分明的一一到来 只听着下面的众人呢 满脸的愕然与震惊啊 魔道和正道同时开始扩充势力 若真是这样 这还真是有趣啊 儒生听完燕家老祖所述的话之后 却面带微笑的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显夜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一位坐在儒生对面的白面老者 有些沉不住气的开口问道 哦 二伯 没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猜测而已 这猜测现在和我们燕家可没什么关系 还是先说说我们燕家目前的处境吧 儒生随意的摆了摆手 不在意的说道 哼 那老者碰了个软钉子 有些恼怒的瞪了儒生一眼 但在燕家老祖的面前 还只好兴兴的做回了原味 那等会儿吧 我可不可以听听你这个小猜测呢 老祖宗要听 悬夜当然不会隐瞒了 儒生见此急忙一弯腰 弓身说道 哦 不过 还是先说说眼前之事吧 这次我们燕家一个错误选择 不是替人做了嫁衣 被人吞并掉 就是得罪了对方 而被对方借助六宗的力量 给彻底的灭门啊 红发老者的声音中 也透露出了一些无奈啊 毕竟 燕家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一点 即使加上隐藏起来的力量 也是丝毫兴不起 应对抗的念头 嗯 老祖宗说的也是 现在的燕家 的确是两头怕呀 答应对方吧 有可能被对方借急吞掉 这不答应对方吧 这实力又太强大 后患无穷啊 儒生的眼中 闪过了沉思之色 但我的意思 还是答应对方的条件 加入鬼灵门 儒生最后毅然的说道 然后啊 他不等一些燕家人反对 又接着说道 呃 大家一直都在想 若不答应对方的条件 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但是 我们有没有想过 不答应后 我能否从七大派中 捞到足够的好处呢 据我所知啊 现在的七大派 表面上和咱们交好 但暗地里 却害怕我们燕家 进一步发展 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因此这些年来 一直在若有若无的 对我们燕家 在各个方面进行打压了 即使我们不答应 鬼灵门的条件 甚至将 魔道入侵的消息 透露给七大派 恐怕 还是无法 捞到什么好处的 毕竟这越国的利益 早已经被七大派 瓜分完毕了 他们怎么可能 吐出口里边的东西 给我们燕钱呢 而且 这六宗一起 入侵越国 即使越国七大派 引进其他几国的修士 共同对抗魔道 我还是认为 他们取胜的机会 并不会这么高 而攀附胜者 才是我们燕家的生存之道 毕竟处于失败者的一方 就是事先许诺的条件 再好也是无法兑现的呀 而同样的 我们答应鬼灵门的要求 也不应该光看到 其中的害处 好处也应该能觉察得到 才是啊 这加入了鬼灵门啊 那副门主职位 以及燕儿 会学到血灵大法的好处 咱们暂且不说啊 这魔道 可是正处在 扩张势力的黄金时期啊 这样一来呢 加入后的燕家 也能明目张胆的发展势力了 当然 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别被鬼灵门的人 当成了刀枪使 白白消耗的人手 而只要 等到我们燕家壮大到 可以和对方平起平坐的时候 对方自然就无法吞并我们了 甚至到时候 如果实力反超对方的话 我们让鬼灵门姓燕 这也说不定啊 这如生侃侃而谈的 说出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给众人描绘出了一个 美好的未来前景 让不少人都精神为之一振 当然也有一些老成的人 还是担心无比啊 毕竟人家鬼灵门 哪有那么好心 会老实的给你时间 让你渐渐壮大起来呀 但是如生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这些人放下心来 哦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就这样赤裸裸的过去 一点制约对方的手段都没有 若是对方真心让我们燕家归顺 就让那少门主及其一起来的两位 结单妻修士和燕尔及本家的两名伯父 互换一下生死咒 这样一来的 对方最起码在二三百年内 无法对我们燕家不利 而我们燕家缺的也就是这些时间来进行壮大 鬼灵门 若连这点代价都不肯付出 那我们就根本不要考虑投靠对方的念头了 这说明啊 先前所说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我们燕家所设的一个圈套而已 如生最后提出了一个验证对方诚意的手段 说的燕家老祖和在场的众人士连连点头 觉得这种方法非常的可靠 燕尔 燕文 燕齐 你们去和还在客厅内的鬼灵门来客 签下生死咒 若是他们不肯 立刻发动厅内的大阵 将他们困死在这里 燕家老祖闭目响了一会儿之后 睁眼吩咐道 尊命 老祖宗 燕家老祖身边的绝色少女 燕然一笑之后 轻巧地走到堂前领命 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两名中年人 燕儿啊 小心些 若事情不对 先脱身就是 外边我会另外安排人接应的 这燕家老祖无比疼爱地对着少女说道 放心吧 老祖宗 我可有紫云旗护身 逃脱还是有把握的 少女乖巧地安慰着 然后就和两名中年人走出了大堂 燕家老祖 燕家老祖眼瞅着自己最堂爱的玄孙女走了之后 心里边还是有些担心 接着 不加思索地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 在客厅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 好接应燕如烟 以及防止对方破阵逃出了客厅 这随后的一段时间之内 议事厅内就是一片的宁静 人人都在焦急地等着燕如烟和两人的回复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忽然从议事堂外飞进了一道传音符 直接飞入了燕家老祖的手上 燕家老祖将这传音符轻轻一捏 就传出了燕如烟的娇声 所有在场的人心里全明白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0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